大量的考古时政告诉我们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所层部分 在新石器时期 源自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 经甘青地区就已传至天山南北 玉是中国独特文化 象征着国家权利与礼乐点仪 而产自新疆的和田玉 在中原的杨韶、龙山、齐家、殷墟等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 2000年前汉朝对新疆行使管辖权之前 昆仑山西王母的神话就早已成为中国神话体系的核心之一 新疆出土了汉、靖、南北朝、唐、宋、元大量儒家文化遗存 如南疆楼兰古城、尼亚遗址、图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诗经、上书、春秋、左传、论语、礼记、孝经等儒学典籍谈卷 更反映出中华文化在新疆开花结果的事实 新疆文化既有多元、共有一体 这个一体就是中华文化 新疆文化既有多元、共有一点 新疆文化既有多元、共有一体就是中华文化既有多元、共有一天